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多地農村遭疫情和貧困 雙重苦難 兩會前 北京清理外來人口 敏感人士被旅遊 港府23條立法已擔憂 台英美發聲 停港人 四年一遇的潤日寶寶誕生 男家媽媽如獲至寶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疫情肆虐中國多地農村 不少人猝死 再加上中國經濟蕭條 農民種植和養殖業虧損累累 而且農民工求職困難 一連串的災難 讓農民的生活負擔加重 更沒錢看病和上學 河南 山東 江蘇等多地農民近日告訴新唐人 當地很多人發燒感冒 醫院爆滿 沒有特效藥 治療效果不好 猝死的人不少 疑似中共病毒變異 但是官方和醫院隱瞞疫情 多地農民表示 以前他們在小診所看感冒 拿一次藥只要幾塊錢人民幣 現在要幾十塊錢 到城裡的大醫院看一次感冒 至少要上千元 因為農村種地不掙錢 一般都靠出外打工 現在經濟蕭條 很多人失業 沒收入 所以大部分農村人沒錢看病 都是硬扛 孫強表示 很多農民工出外找不到工作 小孩就讀中小學 開學一兩千元費用都交不起 有得輟學 老闆就是活不下去了 人不療癒 消不及學費 看不及病 都死 無功可賈 如果有什麼技術的話就找不到活 沒了很多產的 這時候我這個產的不要了 農民們都表示 今年小麥 玉米和牛羊豬的價格大跌 沒人收購 農民都賠本 負債累累 生活貧困 窮的快 吃不上飯了 農村的都活不了了 糟米八毛多錢一斤 又下雨又下雪 又爛了 基本都賠了 天賬 吃不開國 再告誰去 沒用啊 新唐人記者熊斌中原採訪報導 中共兩會在即 當局如臨大敵 進京訪民被截回 北京等地的異議人士 維權人士被上港或旅遊 北京外來人口也被清理 河北訪民魏先生表示 現在進北京很困難 那肯定不限制 就是說你要去北京的話 對你孩子有影響 其他人有的是說對你工作有影響 當地政府就威脅吧 就是查你身份證 查到你了 就不讓你走了 就扣下 北京維權人士張先生則被強制旅遊 北京異議人士季豐也在X平臺透露自己被旅遊 鄭州維權人士侯帥 擔心自己再次被旅遊和非法拘禁 2月27號 他前往當地派出所報案 稱信訪幹部製造信訪事件 騙取經費 我就是怕現在再把我給抓走 去詐騙維維經費 干擾我的生活 我不同意跟他們去 他們就把我拘禁在賓館裡面 有一次他們帶我去少林寺的 把我拉到那裡 我就打10報警 打市長電話了 沒人管 我是發現我們村裡有人 頻繁地出現在我家附近 我懷疑他們也已經開始監控我了 所以我才要去舉報 我也真的不行了 另有視頻顯示 近日 有女訪民在北京被截回當地的途中 心臟病突然發作 此外 有人在聊天群裡說 豐臺區大洪門路 海惠寺與南鼎村路段近期停了很多閃著警車的車輛 和大批可疑人員 附近的居民發消息說 開始挨家挨戶 親人了 應該是兩會之前的親人行動開始了 大家要小心啊 北京居民郭先生也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北京市區二環路以內 比如東城區 西城區都在清理外來人口 說是要清理六七十萬人 新唐人記者陳傑雄斌高玉採訪報導 加拿大日前解密的一份機密文件證實 溫伯尼國家生物實驗室 兩名華裔前僱員 曾泄密給中共政府 並因此遭到解僱 兩名華裔科學家邱香果和陳克定夫婦 之前就職於加拿大溫尼博國家生物實驗室 因為涉嫌與中共實體密切聯繫 並且與中共秘密合作 向中共洩密 對加拿大的經濟安全構成了威脅 2019年 他們倆被撤銷了安全許可 2021年的1月被解僱之後 回到中國 外界質疑 這一事件與武漢病毒的傳播有關 並且一直備受關注 機密文件證實 邱香果在國家生物實驗室工作期間 曾經多次前往武漢病毒研究所 對其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四級生物安全培訓 邱香果在加拿大曾向中國機構申請過兩項科研專利 他被解雇離開加拿大實驗室之後 在中國又被列為多項專利的共同發明人 加拿大安全局介入調查後發現邱香果多次撒謊 隱瞞自己參與由中共控制的科研項目 因此 加拿大安全局質疑邱香果的忠誠度和可靠度 同時 他們發現邱香果被中共千人計劃招募 他將艾波拉病毒和亨尼帕病毒樣本送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並且他還與中共軍事研究人員合作 並發表了相關論文 同時 邱香果的先生程克定在不同場合 允許訪客在無人陪同的情況下 在國家生物實驗室裡工作 至少發生過兩次 另有報告披露 他沒有阻止未經授權就拿走實驗室材料 目前 國家生物實驗室已經加強了安全措施 對所有工作人員和外部的訪客要執行嚴格的安檢措施 並且要求訪客必須要有人陪同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威 林希 加拿大報導 週四 美國宣布正在調查從中國進口的可連接網路的汽車 是否存在國家安全風險 並將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美國商務部將對中國生產的可連網車輛進行調查 這些車輛有可能被中共利用來收集關於美國公民 及基礎設施的敏感資料傳回中國 商務部表示 這項調查的公共諮詢期為60天 拜登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中共的政策可能會通過中國製造的車輛滲透美國 將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他表示 絕不會讓這種事發生在他的任期內 在中國製造的汽車還沒大量進入美國市場之前 提前採取措施 拜登還表示 這是前所未有的行動 以確保來自中共等受關注國家的汽車 在美國道路上行駛不會損害國家安全 中共近幾年起便開始加強對國內數據的管理與監控 去年5月 中共當局又收減了汽車行業的數據規則 禁止中國的智能汽車直接向國外傳輸數據 轉而推動使用中國的雲服務 美國政府認為 目前道路上汽車內安裝的先進軟體 可以不斷地與個人設備其他汽車 美國基礎設施 及其原始製造商連接 中共可能會利用駕駛員定期使用的汽車攝像頭和敏感器 來記錄收集美國基礎設施的詳細資訊 甚至還可以遠端駕駛等 如果比亞迪大規模的進口到美國 那麼連入到美國的互聯網 在美國進行大規模的行駛的話 美國的國安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它可以把美國的地形地貌 全部都可以記錄進來傳回到中國 如果這個汽車開到美國的什麼軍事基地 一些要害部門 那麼它可以把這些關鍵敏感地區的數據 進行大規模的收集 可以把裡面人物的通話 但這些很關鍵的一些敏感的數據 全部都可以捕捉到 去年11月就有美國議員警告 中國生產的汽車以測試自駕車為名 正在收集美國敏感資料 中國品牌汽車比亞迪電動車的銷售量 去年超過特斯拉 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 新唐人記者陳岳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首相艷廷文雄 在國會政治倫理審查會致歉 深圳政府資助醫院報仇文 患者沒有出現病灶 仍被摘器官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對中國電動聯網車輛 啟動國安風險調查 英國媒體爆料俄羅斯官方密件指出 俄羅斯持續做應對中共假想入侵的兵棋推演 2月28日晚 美國神韻環球藝術團 在德國法蘭克福世紀大廳 上演了今年當地首場演出 票房爆滿 現場觀眾掌聲熱烈 許多觀眾都是看了廣告或好評 莫名而來 親自觀看後更是讚嘆 神韻名不虛傳 我從不可能說 我從來不是說 我還是很激烈 我從來是很激烈 全是在的 身上的衣服 都很美 非常有力 非常有意志 很有意志 很藉重 但我也很同時有很好的報告 這很素晴 我經常見到網絡上網絡 在網絡上網絡上網絡 我經常見到網絡上網絡 這是很驚人 我专门的歌曲是奥尔的那段曲 那些歌曲只是奥尔的歌曲 我 我的歌曲 誰 我感到很激烈,这种勇气,这种勇气,这种彩虚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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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艺术的艺术 这种彩虚感,这种彩虚感很专心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 我认为是一个很棒的文化 你会明白更多的 在法lungan上的经验 和在某些人的艺术 不管是自身的文化 我认为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每个人都应该来看 每个人都应该来看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夏宇林 正同德国法兰克福报导 港府23条立法也担忧 台英美发声挺港人 欢迎回来 28号 香港政府针对23条立法的 所谓咨询期结束 美英两国同时发表声明 对法案表达担忧 台湾外交部也呼吁中共 尊重香港的民主自由 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 在28号结束所谓咨询期 对此 中华民国外交部呼吁中共 尊重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 我国政府一向关注香港发展 支持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 外交部也呼吁中国政府 尊重香港人民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 让香港稳定蓬勃发展 才符合香港以及区域 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28号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发声明 强烈敦促港府重新考虑草案内容 并点明基本法23条存在的问题 包括一 加重处罚犯罪言论 以及广泛使用国家秘密一词 将抑制言论表达和新闻自由 二 国际组织在香港的工作 可能会贴上境外干预的标签 三 对境外势力的定义模糊 以及新的境外干预罪 威胁到正当合法的外交活动 四 缺乏独立监督或支持独立监督的机制 五 缺乏规定来建立独立且有利的机制 以防止行政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 采取任意行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发表声明指出 港府对国家机密与境外干预 采取宽松且模糊的定义 可能会被用来消除异议 此外 我们也担心 香港当局将在持续的跨国镇压行动中 在海外适用第23条恐吓和限制 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言论自由 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也表示 部分会员对于草案中国家秘密 及境外干预等概念的定义含糊表达关注 双会也提醒 依法保障法治及人权自由 是香港作为自由市场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新陶仁亚太电视迟前的一张其林综合报道 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通货膨胀速度正在放缓 意味着在夏季开始降息可能是合适的 日本银行总裁直田河南表示 现在就下结论 认为央行即将实现2%的可持续通统目标 还太早 必须评估更多有关薪资前景的数据 这也淡化了市场对日盈最快3月升息的预测 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2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降至49.1为连续第5个月萎缩 显示需求疲软依然是经济的一大障碍 超微股价29号大涨9% 股价继续创新高 也带动工资市值 首度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 新唐人雅的电视整理报道 华人旧经山峰会抗议中共遭诬告 罪名不成立 周四早上 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华裔幕僚 郑其荣的至少两处寄所 目前郑其荣已被停职 周四早上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法庭授权下 突袭了纽约市长亚当斯华裔幕僚郑其荣的住所 该住所位于纽约市布朗市区佩勒姆湾 1447号吉尔斯皮大道 同一天 FBI还突袭了亚当斯在华人社区法拉盛的筹款地点 新世界购物中心 在FBI的调查曝光后 纽约市长亚当斯办公室表示 郑其荣从本周四开始休假 2023年底 纽约市政府内部调查部门 启动郑其荣涉嫌以权谋私的调查 郑其荣被指 要求市府雇员在工作时间 免费为他做私活 还让华裔企业高管捐款1万美元 换取市府官邸活动的入场券 请问您对这样的报道与指控您有什么想法呢 亲者自清理问办公室 目前并不清楚 联邦调查局的突袭行动 与纽约市政府的调查是否相关 而纽约市政厅发言人在周四回应 不会对正在调查的事项发表评论 但会全力配合 市长没有被指控任何不当行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镜 特约记者林怡君纽约采访报道 去年 中共党魁出席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时 许多人在场外反对中共暴行 抗议者之一魏力斌 随后却被亲共人士告上法庭 2月28号 法庭宣布罪名不成立 2018年来美国的魏力斌 曾在大陆政府部门工作 负责计算拆迁房屋补贴费 因看不惯中共政府的腐败现象而辞职 在此之后 他经常在网上发布一些讽刺中共的言论 也看到很多人因言获罪 在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他穿着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T恤 一边打横幅 一边喊口号 参加抗议活动 在抗议期间 他遭到亲共人士挑衅发生冲突 因而遭到诬陷 就挥舞国旗 然后面朝着他 然后他往前走 我也没往后退 他往前走我就没往后退 挥舞着国旗 然后就敲到他的脑袋了 敲到他脑袋 然后的话很惊讶的感觉 我就盯着他 盯着他几秒钟 他也没什么反应一开始 然后的话我就离开了 没理他了 后来他就倒在地上去了 开始倒在地上表演了 他说 这位女士起身后 跑去向警察报案 她不仅因此被逮捕 还被以用致命武器攻击人 和试图把对方杀死 两项罪名起诉 2月27日 法院在开庭时 将两项重罪改为轻罪 中共这个就是邪恶啊 人间恶魔啊 没有任何底线的那种啊 为了那个维护自己的政权 就是无恶不作 上尽天良 把所有的那个反对他的人都迫害 就是稍微有一点不满的 就把人家迫害了 他表示自己无罪 因此还要上诉 同时 他要反过来起诉中共 揭露中共的种种恶行 他们相信 中共倒台已为期不远 新当人电视台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四年一遇的润日宝宝诞生 南家妈妈如获至宝 一位可爱的润日宝宝 周四上午在南加州诞生 妈妈亲吻宝宝的脸颊喜笑颜开 来看记者的报道 2024年的2月29日是润年润日 在今天出生的宝宝 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 走 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这位润年龙宝宝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不点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三个多小时 他不哭不闹正在睡觉呢 Sharma是一个混血儿 也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她的妈妈表示 能在龙年迎来一个润日宝宝 万分荣幸 Sharma是南加州这家医院 在当天上午唯一一个新生儿 而在润日出生的概率 为1461分之一 虽然宝宝在四年后 才能迎来她下一次的生日 但她妈妈说了 会在每年的2月28号 为她庆祝的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 刘佳佳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4年3月1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2677万4278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 36,238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未经许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